灵异的甲鱼骨头 这个呢,是一个厨师朋友讲给我的一起灵异事件 那是在99年或者是01年之间发生的事情 因为事件发生的久远 朋友啊,也不太记得是多么久了 有一天朋友的饭店,有人点了一个清炖甲鱼 于是呢,朋友就在甲鱼池里捞出甲鱼 开始准备在案板上宰杀 但是这甲鱼呢,非常的不配合 脑袋缩进去,说什么也不出来了 朋友是弄了好长时间才将这只甲鱼完全处理完毕的 但是,据朋友说,处理好这只甲鱼后 就发现这只甲鱼的眼睛一直恶狠狠地看着它 朋友说,当时也没有注意,就开始烹调了 大概烹调了四十分钟以后 将甲鱼捞出来装盘上桌的时候 发现这只被断熟的甲鱼还是歪着脑袋 用凶神恶煞的目光看着朋友 当时朋友就来见了 喊来上菜的服务员说 一会儿客人吃完这道菜 你们不要扔了 把这甲鱼头给我留着拿回来 我有用 上菜的服务员就点头称 说,好的,等客人吃完以后 服务员就把这吃上的甲鱼拿给了朋友 朋友说,在那个年代 甲鱼是非常名贵的菜药 一般人是吃不起的 如果有客人点这个菜 一般服务员都会自己将这个甲鱼头留下了 现在在90后的朋友可能不知道 像我们这些7080的人都知道 甲鱼头上的肉剥掉 用水冲洗干净 会是一个完整的甲鱼头盖骨 等这甲鱼头盖骨干了 可以涂上指甲油 然后呢,用红绳挂到脖子上当饰品 那是相当好看和牛掰的 朋友呢,就是用这个方法 将这个甲鱼头挂在了脖子上 心想,你不是愿意拿眼睛瞪我吗? 这回呢,我给你挂到脖子上 让你天天瞪个够 看看咱俩谁厉害 朋友说,自己呢,刚刚将这甲鱼头挂脖子上第二天 这灵异的事情就在自己身上一件接一件的发生了 在中午休息的时间 朋友和其他几个饭店的员工 在后厨的仓库下向骑 因为仓库狭小 而且旁边都是货架子 上面呢,是摆放的酱油、醋和其他调味料 这个时候呢,朋友第一盘棋刚下完 因为赢了对方 就高兴的一拍大腿 高兴的往后一仰 这个时候 在货架子最高处摆放的铁罐番茄酱 突然掉了下来 正好呢,砸在这朋友的脑袋上 当时朋友说呀 就出了一个两厘米的大口子 当时血就流了下来了 朋友同事见状 赶紧扶起朋友 直办医院了 还好只是外伤 没有伤到脑内 就在医院包扎了一下 回家休息去了 这第二天早上起来 朋友说呢,准备去上班了 因为头上伤口也不大 昨天休息半天就可以没问题了 再说了,饭店活多 也不能太耽搁 打车到了饭店 付钱下车的时候 没想到刚从出租车里面 出来一抬头 就撞在了出租车的门框上 还别说 巧的是啊 正好有伤的地方 撞到了门框 顿时伤口就裂开了 又开始躺鞋了 朋友说呀 当时把这司机都给吓坏了 然后朋友向这个司机摆手说 没事 就回到了饭店 到了饭店呢 老板看他还在顺着脸往下淌鞋 就亲自开车 又将他送到医院了 经过医院的简单处理后 正准备离开 就在给他看病的医生问他 你这脖子上带的什么东西 朋友答 是个甲鱼头骨 医生说 胡闹 带这种东西干什么 然后转身离去 朋友说 这时候 他看见自己脖子上的甲鱼头骨 看着他 发出绿色的指甲油荧光 和想起一直瞪着他那双眼睛 这心里啊 就有点犯嘀咕了 老板说 你今天不用上班了 回家好好休息休息 别再把伤口弄破了 然后就开车把朋友送回家了 朋友说 那个时候 他是在饭店附近租的一间平房 便宜不说 而且呀 院子挺大的 这庭院里有棵果树 和一些樱桃树 没事的时候呢 他爸爸妈妈也来给他打理打理 朋友回家 看了看表 这一上午折腾的 又快到中午了 就准备点火做饭 就去了仓库 这农村院子里 装煤炭和柴房搭的 这个简易的仓库 去里面呢 拿些这个柴火呀 准备点炉子 当朋友拿出柴火 准备出来的时候 这时候 仓库上方的一根 支撑仓库房顶的原木 突然就掉下来了 这原木直奔着 朋友脑袋就砸了过去 朋友这个时候啊 抱头就跑 猫着腰钻出来 还好没伤到他 朋友哈着腰喘着气的时候 发现这脖子上面的 这个甲鱼头骨在晃动 而且朋友感觉呀 是很得意的 在他脖子上面晃来晃去的 朋友说呀 当时 真觉得就奇怪了 多少年 也没有这么点背的时候 怎么一戴上这甲鱼头骨 什么点背的事情 都让自己赶上了呢 最后一合计 算了 我也别瞎想了 可能是自己太神经质了 朋友说呀 这仓库塌了 也就没有心情做饭了 就外出准备去附近的小面馆 吃点面条算了 等吃完面条 朋友说 自己就在附近转转 因为在饭店工作 几乎是没有休息时间的 所以这样闲下来的时光 一年里面呢 并不多见 就准备散散步 但是走到一处楼房底下的时候 就听见了 身旁半米的地方 突然一声巨响 朋友定睛一看 天哪 当时这冷汗就下来了 是一块巴掌大的水泥块 把地砖都砸裂了 而且就在自己半米内 如果朋友刚才要是靠近一点 肯定又砸头上了 这可不比原先的番茄罐子 和撞到出租车 不难看出来 刚才这水泥块 绝对在很高的地方落下来的 因为地表的方砖都砸裂了 更何况要是砸到头上 会是什么结果呀 朋友说呀 刚才仓库的时候 还心有余悸 历历在目 这旧事未忘 又添薪酬 自己就觉得呀 这是什么东西盯上了 好像不置他为死地 就不罢休一样 朋友抱着头 用尽力气 赶紧跑到家里 到了家他一把就将脖子上 带的甲鱼头骨 给摘了下来 摔到地上 这个时候呢 他上气不接下气 来到桌旁 看到桌上还有雪碧饮料 因为自己跑得急 喉咙渴得要命 就迫不及待地打开盖子 一仰脖子 咕咚咕咚地喝了一大口 但是这几口下肚 却没有解渴的感觉 反而从喉咙里面 感受到火辣辣的疼痛 甚至呢 是窒息的感觉 朋友拿着这个雪碧瓶子 和解这是什么 然后用鼻子去闻 好刺鼻的味道 这里装的到底是什么呀 这时候 发现放在饮料底下 一个字条上面写着 养了果 给你家里果树蛆虫的 爸爸 看到这上面的话 朋友说呀 自己当时就觉得头更大了 这养老果呀 是剧毒农药 是他要求家人呢 给弄点准备喷到 自家院子的果树上面的 这一下子 被自己喝了这么多 是要中毒的呀 难道自己今天 就要交代在这里了 这时候呢 他也仿佛看到那个甲鱼 恶狠狠的双眼 变成了诡异的微笑 朋友说当时呢 就自己一个人在家 自己心里对自己说 现在千万不能慌 一个是等死 一个呢 是马上去医院洗胃 但是呢 医院很远 不知道自己能否撑到医院 这时候 朋友当时就想到了 每天上班的时候 要喝上一袋牛奶 才去上班的 正好啊 这前几天 刚买了一箱回来 就马上打开好几袋 一股脑袋 全部喝下去 这里呢 科普一下 如果误实了 某种有毒的东西 要及时多喝大量牛奶 一是呢 吸食胃内农药含量 二是呢 牛奶到了胃里 会对胃 有一层新的保护膜 阻止农药吸收的速度 为自己呢 争取到抢救的时间 然后呢 接着出门打车去医院 到了医院 二话不说 催吐 洗胃 点地 一顿折腾 又在医院呢 观察了一段时间 总算平安了 朋友说呀 这几天 把他折腾的 都快架和吸油了 后来想起来呀 给他处理头部伤口 那个医生说的话 带这东西干什么 摘了吧 朋友回家以后呢 就把那个甲鱼头骨 埋到院子里的果树下面了 后来呢 就很少有诡异的事情 在他身上发生了 据说这个朋友 从那天以后 再也不做任何甲鱼类的菜品 更不敢随便杀生了 我师父说 人有怨气 同样啊 动物也有怨气 那年代的甲鱼 一般都是野生的 都是天天在野外吸收日月精华 能长这么大 都不容易 都死了还不让安生 还要带他的头骨 本身他的怨气呢 就在他脑海里面念念不忘 这回倒好 你还直接将他挂到脖子上 这也就是在危在旦夕的时候 摘掉了头骨 让其怨气远离了自己 要不然 后期还指不定弄出什么乱子呢 好了 这就是我为你讲的 灵异的甲鱼头骨 午夜 电话铃声 老人们说呢 孩子十二岁以前 可以看见不干净的东西 其实 十二岁以后 也是可以的 只不过 这样的几率很小 不过鬼怪这回事 信者有 不信则无 那我就倒流时光 从现在聊到小时候 其中有我的亲身经历 也有朋友的 亲人的 并且呢 其中会叙述起多年前一些悲伤的回忆 时过境迁 往事如烟 各位听官 不惜舞盆 纯属当无聊时 消遣消遣吧 毕竟陆制也挺累的 对吧 本人呢 属于灵异体制 俗话说就是 八字弱小 这小时候呢 身体不好 分分钟腰折的可能 我妈就说 我超难养的 医院的常客 所以啊 可能就造就我比别人 更多的感定 这说起来奇怪的是 小时候 但凡听到别人讲 鬼怪之类的事 就会止不住的流泪 往往把讲述着的人呢 给吓得够呛了 接下来说的呢 第一件事 是我济世起 济起的第一件怪事 大概才三岁左右吧 对于鬼怪呢 完全没有概念的 我家门前呢 有一个小池塘 说小也不小 反正池塘里的水啊 足够淹死那会儿的我 大人总是说 不要小孩靠近那个池塘 但是这也是不可避免的 我就喜欢围着那个池塘玩 这有一天 我照常蹲在这个小田梗上玩水 本来一开始并无异常 这玩着玩着 我竟然看到 靠近我这边的水域 一晃一晃的 慢慢地冒出一串影子来 仔细看看 就像七八个人手拉手的样子 当然了 那会儿并不识数 现在回想起来啊 觉得就是那么多 我还清楚地记得 是黑色的 有头有脚的 当时我并不在意 继续玩我的 这当时呢 我还把这个事告诉了我姥姥 我哥 我记得 但是呢 他们都不相信 这隔了不知道多久 我仍是死心不改 跑到池塘那去玩 还有邻居的小孩 但是不知怎么的 这玩着玩着 就玩到池塘里去了 像汗鸭子似的 在水里挣扎 这邻居家的小孩 也是个胆小鬼 见状后呢 不去叫人救我 竟然拔腿就跑了 还是从我们家门口 跑过去的 幸好呢 我妈听见了哭声 这才把我给拉了上来 要不然呢 那次就要了我的小命了 小时候 大概都有被淹的经历吧 接着要说的呀 就是发生在 大学的怪事之一 我在西昌读到大学 二流的学校 不惯 环境不错 大一的时候呢 我们在南校区 很幸运 因为这边风景极佳 而我们寝室 就是坐落在山坡上的 背后是大片大片的树林 前面则是琼海 当时我们住六楼 最高的一层 基本上整个西昌的景致 都是一览无语的 但是学校里呀 总会有些不干净的传说 据说 我们系的一个女生 跳楼死了 其实呢 不是据说 而是铁式的真实 后来我老师给我说 并且就在我们这树楼 真是坏事传千里 我在火车上 就耳闻此事了 风言风语 不绝于耳 还说呀 就是上一届的事 当然了 具体是从哪儿跳的 至今都是传说 没有人给出一个标准答案 这故事呢 就是这样的 其实仔细想来呢 我接下来要说的事情 不一定和跳楼这件事情 就联系上的 只能算作背景吧 这件事呢 要从我们寝室 坐机说起 那会儿呢 打手机电话 哎 这费用还是挺高的 寝室的坐机 实行的是集体包月政策 特别好 六十块钱一个月 随便打 当时我们寝室的美女呢 差不多都深陷恋爱关系 除了每天上课时间以外 基本上都是排着队打电话 而且啊 每次轮到我的时候 已经是半夜一两点钟了 电话线还够长 可以拖到床上躺着打 我睡的呢 就是下铺 对面床铺打电话最方便 有一晚 对面的不睡寝室 于是轮到我的时候 我便睡到对面的床铺 接着打 这打着打着 忽然就觉得寝室里头 异常的安静 很小声说话 也听得宗外的清楚 于是呢 便压低了声音 但与此同时 也伴随着隐隐约约的噪声 仿佛很幽远 心灵胖朗的 像是这个铰链碰撞的声音 又像是这个风吹铁门的声音 总之呢 让人听了 是质不重的悚然 这个声音越来越深 仿佛在悄悄地靠近你 要将你带入幽暗的世界里 我不禁恐惧起来 于是呢 就放下电话 嗖的一声 藏回自己的床上了 后来这种声音 就戛然而止了 第二天睡了一觉 起来没啥感觉 也忘了给室友们讲 然后呢 并没有结束 每每有人深夜 在那个铺打电话的时候 都会听到这种声音 像是来自地狱一般 过了一段时间 可能是电信 遭不住这种政策 于是呢 提高了费用 我们也不再包裂了 只是又有奇怪的事情发生了 又一次已经深夜了 大家早已经熟睡至深 突然被一阵 渐弱的电话铃声 给吵醒了 谁会这么晚打电话来啊 大家都在不停地抱怨着 我默不作声 因为我怕是男友打来的 她是个夜猫子 一个女生起来接了电话 你猜 怎么着 是一只幽怨的曲子 那女生顿时就被吓着了 丢了电话 就回到床上去了 后来连续几天 时至深夜 电话都会转时响起 并且都是那种奇怪的铃声 不是电话来电声 而是在接起来以后 怪异的曲子 我们呢 实在是遭不住骚扰 于是在每天晚上 准时把电话线拔掉 大学呢 绝对是心风无声论的 这种怪的小事 也并没有多少人放在心上 时间一久呢 也就没有人在意了 这寝室的事呢 还没完 某天我这身体不适 中途就准备翘课回寝室休息 要走到寝室大门的时候 就莫名其妙的预感 有不好的事情要发生 我当时就忍不住 朝我们宿舍望去 不望还好 这一望 当时就吓了一跳 当时脑袋啊 马上的反应就是 宿舍里的人除了我 都在教室上课 阳台上的窗帘是拉着的 当时我看见的 一个黑乎乎的影子 映在窗帘上 绝对是 一个女子笔直地站在那里 我不停地安慰自己 应该是别的东西映上去的 但这心里啊 依然心慌 这难敢上楼啊 于是呢 转身往回走 只等到下了课 寝室里的结伴回去 那个影子呀 也消失无踪了 后来有几次 另外的宿舍的女生呢 也看到过 真是邪门 后来我就觉得 这事啊 就说明一个道理 没事 千万别敲个头篮 说不定啊 有什么在家 等着你回去呢 这还有一次啊 更加怪异 那天下午没课 于是便在寝室里 睡大觉 睡前我明明记得 大家都在的 有些也在睡 有的在说着什么 朦朦胧胧的便睡了过去 然后 就是神险噩梦了 一直睡了三个多小时 大汗淋漓地醒来 不知时日 便问某事有时间 喊了几声 无人应答 这时候 我起身探头 这不醒还好 醒了后 发现更恐怖 天哪 这幽暗的寝室内 竟然一个人都没有 人都死哪儿去了 后来我来不及多想 穿好衣服 摔门而出 到现在我还想不明白 他们怎么会一声不息的 都溜得只剩下我一个人了 阴兵过道 所谓阴兵过道 常见的就是 集阴之地 有阴魂执念不散 巡逻游走 还有就是 阴兵压解鬼魂过路 去地府 因某种原因 显化于人前 十几年前 我跟老陈跑货 去过一趟开封 就在开封古城郊外的农村 经历了一次真正的 阴兵过道 那次经历 让我至今记忆犹新 这事说起来 已经十五年了 那年冬天 我跟老陈运一车货去开封 连夜跑的车 等到了开封郊外的时候 已经快凌晨五点了 这本来晚上 路上行驶的车 就不是很多 我们从高速上下来 要把东西 送到一个农村去 所以路上 几乎是没有车辆的 而当我们开着车 正走在一条小路上的时候 突然就起雾了 按理说呀 这冬天起雾也是正常的事 但这雾起的蹊跷啊 因为来得太快了 而且瞬间周围的空气 都变得阴冷了 隔着车窗玻璃 都能感受到那种 透骨的寒意 没多大会儿 只有雾就直接笼罩 我们所有的视野 就连天上的月光 都被雾给折得看不清楚了 本来连夜开车疲惫的老陈 当即就清醒了 马上就停了车 五十多岁的老陈 也算是见多时光 跑了半辈子的车 经历过很多不同寻常的事情 老陈说 这雾来得这么急 而且还带着气温 一下子就降了下来 这事儿肯定不简单 等雾过了 我们再走 点上一根烟 我们呢 就停在了那里 这前后就这么 三四分钟的功夫 能见度 就只剩下四五米了 突然 这一阵整齐的脚步声传来 是那种很整齐 又很沉重的脚步声 打 打 我跟老陈的汉帽 立马就竖起来了 我清晰地记得 当时老陈夹着烟的手 明显在颤抖着 老陈给我一个不要说话的眼神 接着 我就看到了我这一生 都难忘的一幕 一堆看不清脸的人 穿着古老而沧桑的甲胄 手里握着古破的青铜长隔 不乏整齐地从我们面前走过 所有人都是直视前方的 像是在寻试什么 就那么一瞬间 我差点叫出声来 老陈手上的烟头 直接一抖 就掉在了脚上了 时间很短 也就几十秒的时间 那队甲州兵过完了 但我仿佛经历了 一个世纪那么漫长 直到老陈的布鞋 被烟头烫出一个洞 烧到脚趾头了 他一声痛呼 我们俩呀 这才清醒过来 这雾慢慢地散去了 月亮又重新照在了头顶上 老陈深吸了几口气 说 哎呀 我们这是 遇到淫兵过道了 等我们把货送到 跟那家主人打听了一下 原来我们刚才经过的那个地方 从前是好几个朝代的兵营 刚回到家呢 老陈就带着我去神婆那里 给画了个符 烧了喝水 老陈跟我说 遇到这种事 很容易倒霉的 所以得让神婆给看一下 这淫兵过道 科学上的解释说是磁场问题 但世间之大 无奇不有 也算是个未解之谜了吧 好了 这就是我为你讲的 淫兵过道 透支福报 朋友呢 是一科出身 名校毕业后 原本顺理成章的 做了一位 妙手人心的白衣天使 凭借着过硬的专业知识 玄乎救世 治病救人 正当他在专业领域里 声名雀起的独当一面时 认识了后来的妻子 一位出身名门 家世显赫的富二代千金 这千金呢 非常明白地 向朋友表达了爱慕 欣赏之意 并且几番暗示 自己家里啊 可以助他 弃衣从事 平不清云 朋友就此呢 陷入了进退两难的胶着之中 他本心呢 不愿意放弃兢兢业业 钻研多年的专业 况且他自认为老是木呢 并不遗于走仕途 可转念一想 自己出身边塞壁塞的小村落 当年呢 何家全族勒紧亏腰带 苦哈哈的呀 供他读了八年一科 如果想要凭借专业 光要门楣 荣吉父老恐怕呀 还得努力几十年 与千金联姻未尝不是一条 省时高效的捷径通途 可朋友转念一想 千金那幅 肥瘦臃肿 盛气凌人的尊荣 有心下一百个不情愿 与这样的女子 毫无感情地共度一生 就在他左右为难 无法抉择的时候 老家的父亲呢 打来电话 声泪俱下地告诉他 村里修公路 强行毁了他们家的坟地 老父亲气不过呀 跑去村委会理论 竟被书记连推带嗓子 给轰了出来 父亲哽咽着说 儿啊 好好在城里婚 咱们家争气得脸面 可全靠你了 父亲的泪水啊 成了压倒天平的最后一根稻草 朋友接受了胖千金的嗜好 两人很快喜结连礼 婚礼排场啊 办得挺大的 据说 朋友老家 占亲代顾的两百多口子人 全上城喝喜酒来了 也正如千金所说的 朋友入室后顺风顺水 步步高升 他为人倒是非常低调 甚至总有些 唯恐引起他人瞩目般的 畏首畏脚 多年来 朋友的座驾 始终是一台不到五万的国产车 平日里也难得一开 因为上下班都是走路的 大老远见了熟人 甭管认识不认识的 朋友都会率先呢 对其满脸亲切的憨笑 管能保证 令对方啊 心下惬意 如沐春风 随着他的官位 日渐升高 老家上来求着办事的 几乎就没断过 无论大事小情 只要找到他开了口的 这个朋友 势必会竭尽全力 尽最大的努力 帮老家人 把事给办成了 为这个呀 两口子没少干账 甚至胖千金还不止一次对朋友动过手 可他依旧不该初衷 翻过来调过去呀 就是那么一句话 不然 我当这个官图啥呢 在老家 朋友却是口碑极好的 乡亲们呢 口耳相传 越传越神 俨然已经封神了 成了无所不能的大救星 他成功问鼎人大副主任的宝座以后呢 这以村之书为首的乡亲们呢 就专门上城来 遵请他给先父立碑 朋友起初呢 再三推辞 坚称老家规矩 封将拜相 为己人臣 才有资格给先人立碑 还一个小小的县人大书记 还是富的 这样做 太僭越了 可村民们坚持让他回家立碑 说全村老小 几乎家家呀 都得过他的恩惠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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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此功德无量 汇集乡里之人 为先人立碑 实至名归的 况且啊 还能以此勉力村里的年轻后生们 努力上进 像他一样 通过知识 改变命运 报效家乡 朋友实在拗不过 只好答应了老乡的请求 于是择顶黄套吉日 全村有头有脸的呀 这个乡身齐聚一堂 在朋友父亲含酸破败的小坟包前 隆重的立下 高大厚重的上品大理石 苗津的墓碑 可怎么看 都有些不伦不类的别扭 礼碑完成的第二天早上 朋友在办公室里突然发病 到如今呢 完全卧床失能 一时时有时无的 家人为他办理了病退 村里的老人家呀 是彻底一个都不认识了 这位朋友呢 明明命里没有那么大的福气 偏通过旁门左道强行匿命 所以啊 他光宗耀祖之时 也便是福气祖阴散尽之时 就好比啊 有些人运用邪术开运 其实啊 不过是把后半生的大运 提前投掷了 凡夫俗子 不必神险 并没有取之不尽 用之不竭的福报 照这个用法 倒霉遭殃 是迟早的事 我们每个人呢 自落地出生之时起 便需要面对大大小小的各种抉择 能不被各种诱惑 谎言欲望 等种种障壁 迷失了理智 审时度势量力而行 脚踏实地 不于规矩 方能一路走得踏实 行得长远 那这就是我问你讲的 透支福报 收魂术 收魂术 是中华民族特有的一种神秘仪式 绵延术千年而存在 自然有它难以用理性语言 讲清楚的理由 其具体的过程 也许各地各有不同 但是核心理念是一致的 就是呼唤因惊吓恐惧 而留意出人体 漂泊异处的魂魄 把它领回心灵的家园 恢复个人精神肉体的和谐秩序 这与去鬼的理念 截然不同 一个强调是收 一个强调是去 前一者是宁静 后一者是一种喧闹 据母亲讲 我在很小的时候 就有过一次收魂的经历 那是由于生病 母亲根据别人的指点 晚上抱着我来到田耿上喊 她当时一手抱着我 一手捏着晃着我的耳朵喊 小明啊 你晚上出去玩下早了 莫怕回呀 就这么不停地喊着 直到我迷迷糊糊 似懂非懂地回了一句 回来咯 母亲这才流着泪 高兴地把我给抱回去了 我记事之后呢 母亲还多次对我提起这个过程 不是怎的 尽管是在白天 每次听母亲的描述时 都不由地联想到同一个场景 静悄悄的夜晚 一座亮着灯的屋子 我独自一个人站在外面 没想到 后来我倒是真的 体验了一次收魂的经历 那一年 大约就在高考前十天左右 我突然发烧了 这头痛腿软 感觉到面不干巴巴的 脸就像绷得紧紧的 意识低迷 十分的难受 这也本来是正常的发烧症状 于是呢 就看医生 胃球赶快好 就先是打针后输液 但是呢 却总是毫无效果 因为每次输液打针之后 也许是凭着当时的药力作用 体温下降到正常 可是到了晚上啊 这药劲一过 体温就再次上升了 就这样反反复复 总是不见好转 按照学校惯例 高考前三天呢 学生就可以回家休息准备了 我就在中间 发生了极为危险的一幕 在使用一种叫做 先锋霉素的抗生素输液的时候 输液管扎上 流通顺畅 可我呢 立即感觉情况不对 真的是呢 转瞬间 全身僵硬 胸口憋死 无法呼吸 也别提说话了 张大的嘴巴 吸不进一丝气息 却也合不上 暂时唯一能动的 只是眼睛了 我就盯着手腕上的针管 家人一看不对 急忙叫人 索性医生呢 也是刚转身没走几步 他立刻拔掉针头 我这才开始渐渐地换过劲来 身体也松弛下来了 一阵阵地恶心 他们怎么问话 我也无法回答 只是啊 这呼吸喘气 过了半晌 才算好转了 可以言语了 这了解之后才知道 这就是过敏反应 母亲不禁流泪 说我当时脸色发青 十分的吓人 还说幸亏身边有人 幸亏我长大了 是书业 可以及时拔下来 要是小孩一次性注射 也不能表达真的危险了 而我们的场呢 确实就发生过 婴儿发烧 打消炎要死亡的事件 但是呢 这发烧依旧 不敢再打针输液了 也实在没办法 不知怎么办才好 家人呢 十分焦虑 在高考前的一天 也就是七月六号的傍晚 小姑和母亲 一道进门了 母亲对我说 走吧 瞧病去 在路上时呢 我还以为 又找了哪个医生 就问 这次去哪儿瞧啊 母亲说 找人收手 我当时一时没有反应过来 不知道什么意思 听了他们的谈话呀 我才明白 小姑知道我情况很着急 她知道 有个人会收魂 就强烈要求领我去 那时候呢 也就只有这一条路了 我们来到菜市场 县城的菜市场呢 也就是一条小街 每天早上赶集的菜贩子 都聚集在路的两边 过了中午就散了 因为对这种被定性为迷信的东西呢 有一种神秘感 本想着应该在街道的深处 某个不起眼的小屋 但是 小姑领到的 却是临街的一间房子 说 就在这儿 很窄的门半开着 屋里很暗 极其简陋 没有开凳 一个老妇人 正坐在这小板凳上吃饭 七月的大热天呢 你们敢想 老人竟然穿的是棉衣棉裤 屋里床上没有席子 垫着稻草 铺着棉入 盖着后棉被 这床对面 有个小供台 上面放着神龛 供的是观世音 前面呢 有一个小香炉 别的东西啊 就没看清了 小姑和母亲 说明了情况 老夫人看了看我说 是被吓着了 收手就好了 也许是光想案 也许是自己 当时有点迷糊 也许啊 这确实是个 极为普通的老人 白发 皱纹 枯手 小脚 被微妥 眼睛昏暗 以至于 此后我一直无法回想起 这老人清晰的容貌 原本呢 这老人是在吃饭的 可是他放下碗 坚持先坐 由此呢 我才开始切身体验了 神秘的收魂书了 就是那个老夫人 吃饭的小板凳 他把它放在门口 让我坐着 脸朝外 然后只见他拿出一个长饼勺 在里面放上一小块锡 然后倒上油 不知道是哪种油 然后他让我坐好后 就点燃了 之后呢 就握着勺子 在我头顶上下转动 可能是在发烧的状态下 火焰的热度 这烤得我感觉非常的不舒服 不过 也有一次担心 他手没有握稳 这燃油倒了出来 我就老老实实坐着 看着屋外夕阳下 这个小街上 稀落的人和车 与此同时 老夫人口中 一直微微轻声念念有词 我极力去听 可也是只听到了一句 吃饱睡好 其余的都没有听清了 一会儿过后 突然听到 砰的一声 火竟然灭了 可油并没有烧完 家人连忙问怎么了 老夫人争了争 只是平静地说 吓得太狠了 再收一次 于是我又做好 老夫人很麻利地 再次倒油点燃 上下转动 念念有词 我还只是听懂那一句 吃饱睡好 好一会儿之后 油烧尽了 只听老夫人说 好了 没事了 是让一个戴帽子的人 给吓着了 我朝这勺子里一看 果然依稀是个人影 似乎戴着帽子 她说 这人住在高处 我说 也是 我家就在一楼 学校教室也在一楼 不过 究竟是何人 这就不到而止了 老夫人又让我把名字 写在一张纸条上 说夜晚她拜菩萨 给我求求 整个收魂的仪式 就这么结束了 简洁自然 没有我在书上看到的 此类迷信活动中 穿着奇装衣服 摇着铃铛敲鼓 跳大神之类的 所以我只能用宁静 来形容了 这老夫人接着 又端起了饭碗吃饭 大家就聊了一会儿 一大碗稀稀的面糊 上面的几个芹菜印 老人说 自己牙口不好 这杆和井都吃不动 母亲问 穿这么厚不热吗 她说 人老了 晚上睡觉觉得冷 又介绍了几个收魂案例 各地都有人大老远的过来 这老人说 自己就是本县人 修路拆房时呢 把自己安排到了这儿 还提到了1936年时 县城发生瘟疫 死了不少人 自己当时还小 也是挺过来了 天色已经黑了 我们付了钱 这种费用啊 是看着给的 多少不定 于是就给了标准的十元 之后就离开了 回到家 吃过饭 放好准考证 钢笔之类的 饭饭书 稳定情绪之后 我就睡着了 感觉很轻松 第二天早上起来 凉了一下体温 完全正常了 母亲很高兴 说昨晚她也在阳台上 跪在地上 给菩萨磕头 半夜过来想摸摸我 是否还有发烧 可是又怕吓着我 就静静的在房间门口 听了好一会儿 听到我微微的憨声 知道我睡得很香 也就放心了 就是这么让人不可思议 我就这样恢复了 一切正常 精神很好 没有反复 出门参加高考 顺利通过 上了大学 走了人了 后来一次寒假回家 我去这菜市场买菜 看见那间屋子上 上了锁 门上用粉笔写着 此屋出租 我想也许老人去世了吧 后来热心的小姑 又领别人去世 证实了这一点 现在是一个中年妇女 住在那里 那人呢 说自己也会收 按手法一样 至于效果如何 她与原先 那个老妇人的关系怎么样 我没有细问了 偶尔看到书刊上说 这是利用了人的心理案 是云云之类的 我也就不以为然了 那样的解释 等于什么也没有说 毕竟谁愿意 自己有病有灾 谁不希望 自己平平安安呢 好了 这就是我为你讲的 收魂术 降头 本人是东北人 生活在东北黑龙江 二十五个年头了 从小大病小病 习业为常了 那时候学习不好 也为了锻炼身体 小学六年级毕业 就去了体校了 体校累死累活 过了三年 在家游手好闲两年 就去南方找工作 赚钱去了 记得很多人 这小时候都看过 林正英英书的僵尸电影 这也是很多人 初次接触毛山术 有时候我就幻想 我要是能看到鬼 也能像英书那样 帮人驱鬼治病 降妖除魔 那该多好啊 多帅啊 我家住在黑龙江的 一个小镇上 那里的人呢 是狠信这些鬼啊神啊 的东西的 我家那里很少有什么 电影里面的问米 或者道士 基本上都是 出马保家仙之类的 通俗点讲的 就是地仙 那些山精妖怪 山里的飞禽走兽 修成的精怪 九书五大家最常见 分别呢 是这个 胡 黄 长 莽 灰 这厉害点的 基本上都是 东北三省的胡三太爷 附身在弟子身上 帮人看病解灾的 在我家那里 谁家出点什么 大事小事啊 比如运气不好 谁家出车祸 或者死了人了 得了病了 都要去找 出马仙家 去看一看 是不是冲到 什么脏东西了 我家其实 也有出马堂的 邻居有个小病小灾的 也会找我妈 去给看看 我本人呢 其实不怎么信的 最多也就是 半信半疑吧 我小时候 到现在 还是很爱生病 经常被 灵体附体 俗称啊 鬼魂冲到 我每次都是大病一常 我呢 也就习以为常了 让我妈请仙家弄弄就好了 二十多年 就这么浑浑噩噩的过来了 可是最不可思议的事情 是在我二十三岁的时候 发生在我的身上 先说一下啊 大家看的香港鬼片 这电影多多少少 都会有降头和古术这样的法术 本来我以为这都是假的 谁想到 真真切切的 被人用在了我身上了 我在南方工作 职业是酒吧跳舞的 就是一个舞蹈团队 每天晚上在酒吧里 给人表演成平舞 和帮男女歌手办舞的 期间交了个女朋友 是四川的 刚开始我们没有什么 可时间长了 就发现我们双方的性格不太合 都是暴脾气 基本上是三天一大吵 两天一小吵 一要和她分手 她就跳楼 或者是自杀的 说真的呀 当时真的要疯了 最后我一狠心 还是和她分了手了 过了一段时间呢 我又遇到我的现在的老婆 她是广西的 人特别好 还特别的善解人意 还有两个月就过年了 我就把她带回了东北老家 想让妈妈看看她的儿媳妇 回到东北 我家人很开心 很喜欢我的女朋友 我妈妈非常喜欢的 可是呢 眼看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就过年了 我的心情 无缘无故的 就烦躁不安了 每天看什么都不顺眼 老是想发火 每天都要和家人 女朋友吵架 还摔东西 手机电脑最后都摔了 一发火 就这身体脑子呀 就不像自己的 被人控制了一样 这有一次 我老婆陪我去 我妈妈朋友那里 去针灸 因为我有领椎病 他们病人很多 我和老婆一进我妈朋友家门 里面有一个女人 就瞪着眼睛看着我 我以为她认识我 不认识啊 最后她就问我妈朋友说 这孩子谁家的呀 我妈朋友说 我姐妹家的 刚从南方回来 那女人问 你家是不是有保家仙呢 你家人信佛对吧 我妈就信佛 我说对啊 那女人又说 你后面呢 一帮一帮的 都是什么东西 闹死我了 我靠 啥玩意儿 我回头看看 啥也没有啊 她说 你最近运气很差 很倒霉对吧 脾气也很差对吧 老爱发火 我一听 真神了 我说 阿姨 你是做什么的呀 她说她在北京呢 开了一家佛店 过年回来走亲戚 她说 她只能帮我到这儿了 只能点话我一下 说我有可能呢 被人给害了 她说 她本来是 不该管的 她看出我有佛缘 而且呢 佛缘很大 所以呢 只能点话我一下 她管不了 让我找人帮着看看 我呢 就半信半疑 回了家了 问我妈 我妈听了半天 说她也不懂 这事呢 就过去了 到了晚上 我老婆说 哎 她家有个道士 是她二爷爷 年纪嘛 快九十了 这个 全村呢 基本上都听她的 附近村都很尊重她 我老婆到现在 都不知道她二爷爷 是什么派别的 她以为 老人只是个普通的道士 帮人看看风水之类的 我呢 也是去了两年才知道 老人 是毛山派的 可不是江苏那边 容山那个什么毛山 现在大多数 都是商道 只为钱 都是骗钱的 这老人呢 是毛山古法派的 门派师兄弟 都是归隐山林的老头子 那什么是毛山古法派呢 现在很多人呢 打着毛山派的幌子 出去帮人解灾治病 做法事 异常要上千的 结降头 要上万的 别信 基本上都是骗人的 还有现在 毛山很多法术 都不是古时候流传下来的 或者呢 是流传下来改良的 真正的法门 或者呢 高级法术 都没有传下来 那老人的门派 是古法派 这顾名思义 就是古时候流传下来的 规矩什么的 都和古时候的一样 所以啊 他们的门派 全国人数很少 也基本上 不管现在的闲事了 属于那种 闲云野鹤之类的吧 好了啊 书归正传 这到了晚上 我老婆给那老人 也就是他二爷爷 打了个电话 说了我这边的情况 老人就要了 我的生辰八字 不一会儿呢 就说 孩子 你和别人有仇吗 太毒了 你这孩子的魂魄 被人给拘了 我老婆一听 吓了一跳 当时还不怎么信 因为她从来没有经历过 鬼呀神呀的 就是看林正英的僵尸电影 也是和我一起才看的 当时这老人 是我身后 跟着一大群的小鬼 大概呢 有五六个的样子 当时就问我 惹到什么人了 我当时都懵了 这么神的事 怎么就出现在我身上了呢 最后 老爷子用的这八字 一算卦 说是一个女人弄的 方卫是在西南 四川递进 我一想 我没什么得罪的人呢 也就和一个 要死要活的女人 分了手了 她就是四川的 结果老人一查 真是 是我上个四川分手的女人 让她妈 找他们那里的一个道士 给我弄的 把我的魂魄给扣了 道家叫拘魂 老人说 那个道士是个邪道 专门帮人做害人的狗道 只要钱到位 我心想 这可咋办呢 这给我恨的呀 那个死逼女人 真他妈逮捕 最后才知道 她手里头 留的有我的头发 和生日时辰 只要有其中一样 就可以害你 或者弄死你 所以大家记住了啊 不管什么时候 对于陌生人 或者朋友也好 都不要把自己的 真实的 出生日期告诉别人 安全第一 那我就问老人 该怎么办呢 老人说 那些小鬼啊 都是邪修道士派来的 这跟在我的身边 压我的运气 来打探我这边的情况 这些东西啊 每天跟在我的身边 肯定会让我烦躁不安的 每天都想发脾气 让我和家人吵架 老人说 要是没人告诉我这些 我肯定会 一天不如一天 每天和家人吵架的 让我中盘亲历 最后 我会慢慢的病死的 这幸亏啊 我命不该绝 有人点话我 老人说 要是我在他面前 就分分钟搞定 这种小数建的太多了 老人年龄太大 广西到东北黑龙江 要一个最南 一个最北 太远了 也不可能过来 问我知不知道 那个四川女人的生辰八字 我说了 结果一算 假的 人家给我的是假的 我傻逼呵呵的还信了 真是活该啊 也是不懂这方面的东西啊 谁知道 这玩意能害人呢 我只知道 他属牛 这个是真的 比我大了好多 没有那个女人的八字 但是 他有我的八字 和随身物品 我现在 就算坐车 或者坐飞机 去广西 找我老婆家的老人 也不行了 因为那一群小鬼 就跟在我的身边 我这里有什么动态 那邪道士 肯定会知道的 也肯定会对我不利 这一眼看就过年了 我真的是 每天都心烦意乱 我妈说 要不看看出马仙 能不能破掉 到我妈朋友那一看 爷说呀 我的魂魄被扣了 但是呢 人家管不了 算了 走吧 这第二天 我老婆家的老人 就来电话了 他们都叫老人二公 以后呢 我也这么称呼二公吧 二公说 先让他儿子用电话 给我发个精心咒 让我每天晚上念 他在那边呢 已经把这个咒 给加持过了 会缓解我的 烦躁不安的 等要选个日子和时辰 让我配合二公 把跟在我身边的小鬼 先给解决了 我呢 就这么念了两天咒语 第三天晚上 二公说 晚上九点 让我配合他 把小鬼解决了 也就是杀掉 他呢 又让他儿子发咒过来 让我老婆那边 用红纸抄写下来 等到九点钟 让我念咒 二公在那边做法事 可以消灭那些小鬼了 那咒 是二公用我的生辰八字 和我的头发指甲 加持过的 忘了说 我的头发指甲呢 早已经邮寄给二公了 到了九点 我自己一个人在小屋里 先念了解碎咒 又念了一个 好像是 记打诡辩的咒 时间太长了 我记不清了 时辰到了 我不能说话 手中保持握鞭子的形态 东南西北 四个方向 打三下 我就可以出门了 等五分钟 就可以说话了 不一会儿呢 那边电话打过来了 是我老婆的妈妈 说 二公晚上在做法 他去看了 把他吓得不行 说在法坛旁边 听见很多凄惨的叫声 很恐怖 这小鬼解决了 不要以为就没事了 二公说 那个女人 肯定还会让 那个邪道害你的 人家有我的生辰八字 我没有那个女人的 我们现在很被动的 也不能以后 每天都要防着他 害我呀 二公每天给我算上一挂 看看 是吉是凶 结果真说中了 那个邪道又来新招了 听二公说 那个邪道 把扣我的魂魄的坛子 放到了荒山野岭的墓地 也就是坟地里去了 拍几只游魂 野鬼在那看着 二公这下真生气了 同为道教的修行人 怎么心地这般邪恶呢 最后 好像听二公说 这当晚祖师爷显灵 托梦给二公 意思让二公 出了那个邪道 二公最后和那个邪道 斗法打的那个邪道 道坛前起火 最后好像 废了他的道行 听得感觉太神了 但是呢 经历到自己身上 想不相信 就由不得你了 最后才知道 那个道士 是四川燕风山低劲的道士 破了他的法 不光是那个邪道本人反噬 还有就是那个四川的女人 也会呢 被反噬的 之前呢 我就听那女人说过 他们村挺多人都会一点 害人的小邪术的 当时没在意 您可信其有啊 最后 二公给了我一块 市面上没有买的 只有道教才有的 水晶八卦配饰 是二公亲自开光的 里面奉有雷神神石的 可以防止被人下降头 不可以让任何人碰 除了我妈和我老婆 佩戴完毕 要拿香净化 矿泉水也可以的 浸泡几分钟就行 不可以见血 从那以后呢 我就特别崇拜二公 老是打电话问他 能收我做徒弟吗 他呢 却总是笑而不语 二公他们呢 是不收普通人为徒的 基本上要么是真灵转世 或者分灵 最次的 也要是童子转世的人 因为他们体制呢 是最适合修道 或者修佛的 佛缘道缘都是很大了 就这么慌慌张张的 过了个年 过完年呢 是2014年 想不到那个女人 还没有放过我 比这更厉害的 还在等着我 好了 这就是我为你讲的 降头 好 好